此人踏立在虚空之上 仅仅只是站在那个位置 强横的气场便是让得在场的战斗 纷纷戛然而止 硝烟望着眼前这个身材雄壮的老者 灵魂感知竟然无法察觉到他的波动 这种感觉只有当初面对丹正的时候才有过 可显然 眼前的这个老家伙的实力 比起丹正很明显 还是要弱了不少的 只见夏允看了看四周 将目光在硝烟的身上顿住了 一便是硝烟 硝烟并没有对这老家伙行礼 而是微微点点头 正是在下 夏允前辈来到此处 是为了阻拦在下吗 见到硝烟竟然对自己没有半分的敬畏 夏允道也是一点都不恼 只是摇摇头 本座对你一点也不感兴趣 只是老夫现在需要死灵族的帮助 而你又是死灵族必须要除掉的目标 老夫也是很难为情啊 这样吧 你废掉一身灵力 交出圣言 以及那一部绝世神通 老夫放你离开 也可以让你带着秦儿离开 毕竟这丫头 也是老夫看着长大的 实在不忍心伤害 闻言 不顾及本族的生死 让他们强行修炼死灵器 就连族长也不放过 说不忍心伤害秦儿 却让他的本体暴走 然后被洛神族斩杀 如今抓到了他的灵魂 还将他囚禁在这个地方 这么不要脸的话 说出来竟然可以这么理所当然 真不愧是能修炼到天智尊强者的人 硝烟硝烟十分轻声地笑着说道 被硝烟这么一说 原本面容仅仅只是有些许素木的下雨面皮 也是稍稍抖动了一下 其余无论是黑尾凤火英族 骂天至尊级别的强者的人 在这大千世界 可属实不多见 既然如此 老夫也不得不将你斩杀在此了 下雨轻轻吐出一口 好像黑绿色的气体说道 旋即便是见到下雨的胳膊 缓缓抬了起来 食指朝着硝烟的方向 猛然点了过去 硝烟顿时便是感受到 周遭有一股十分强烈的能量威压 朝着自己的方向席卷而来 若是自己仅仅只有 九品至尊层次的修为的话 或许已经被这股恐怖的威压 给炸成一堆血瓦 但是硝烟的实力 并不能以普通的九品 至尊强者来看待 只见在剧烈的天地能量挤压之中 硝烟身形 被灿金色的火焰所缭绕 顿时从那股恐怖的威压之中 逃离而出 灿金色的神灵地炎火顺着空间 威压而来的方向 朝着夏雨的方向沿途烧去 夏雨感觉到手掌一阵剧痛 旋即将那道火焰 牢牢攥在手中 猛然捏碎成了无数火焰碎片 看了一眼手上被烧焦的血痕处 夏雨并没有显得很意外 只是轻横了一句 神灵圣火 一眼 当真是三十六道绝世神通之一的 驼射轮回 不过以这种手段 就想要和一名天至尊的强者对抗 你还是过于异想天开 说吧 众人感受到 此刻的夏雨气息 完全开始暴涨起来 无尽的威压 迅速席卷在场的每一位的至尊 或者至尊敬的强者 虽然因为神灵圣火的缘故 这些威压 对于消炎而说过不成任何的威胁 但是那些消炎的圣年龙君 以及带来的得至尊强者 却是十分清楚地感应到了 属于天至尊强者才有的威压 望着眼前的夏雨 仅仅是凭借着自身的气势 威压就制住了自己带来的 八名的至尊级别的强者 消炎也是第一次感受到 天至尊和的至尊级别的差距 以前无论是魔痕还是丹阵 虽然知道他们是天至尊级别的强者 但是并没有跟他们交过手 唯一一次的交手 还是和魔痕影的交手 但那一次并不是自己面对魔痕影 而是魔痕的灵体 现在到了自己面对天至尊级别的强者 消炎这才感受到 在天至尊强者和的至尊强者之间真正的差距 一言变 圣年龙甲 随着消炎怒吓一声 只见到原本和魔痕新政激战的万魔刀龙 迅速回到了消炎的圣年龙甲之中 在消炎魂深灿金色火焰的渲染之下 消炎的实力迅速开始提升 只是一瞬间便是达到了下位的至尊层次 消炎目光紧紧锁定着消炎 一秒 仅仅只是过了一秒钟的时间 消炎原本九品至尊中期的实力 是就达到了上位的至尊中期级别的实力 这种能力的增幅 就算是实力达到了天至尊层次强者的消炎 都是愣在了当场 只知道驼射轮回 可以融合世间的极致力量为己用 但是没想到 融合后竟然可以直接为本身提供这么强大的增幅 看样子 本作除了寻找血脉之力以外 还找到了另一种提升实力的方法 下云望着此刻气息暴涨的消炎沉声说道 而消炎却是丝毫未曾理会下云 只见其稍加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暴涨的气息 旋即望着下云 此刻消炎的战役 可谓是达到了极致的层次 就算是那些死灵族 以及黑尾凤火英族的强者 见到这一幕 都是愣住了 尤其是魔和星 上一次见到消炎的时候 这家伙只会依靠着别人的庇佑 就算是施展出全部的底牌 也很难伤到自己 但是这一次 光是表面的实力 其闪身来到下云的身前 太上长老 这个家伙 由我来对付 只见魔和星的话音刚刚落下 便是感受到 自己的身前仿佛有着一道雷银闪过 下一刻 魔和星便是察觉到 自己被一只大手掐住了喉咙 没办法呼吸 消炎站在魔和星的身前 掐住他的喉咙 将其缓缓提起 你现在没资格与我这边说话 什么 魔和星可谓是惊讶在了原地 原本消炎一个小小的至尊敬强者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过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这家伙只是一个小小的四品至尊而已 就算不到两年的时间 提升到九品至尊 在他这个上位的至尊层次的强者面前 也是如同蝼蚁般的存在 可是就在刚才 消炎居然凭借着自身的底牌 直接将自己的实力 提升到了上位的至尊中期的层次 加上两道圣年的加持 消炎的实力 已然不弱于自己 可是真的动起手来 魔和星才发现自己此时 已然不是全盛时期消炎的对手了 只见到消炎一只手掐住魔和星的脖子 另一只手猛然朝着其胸膛处 一掌轰了下去 大天造化掌 黑色的掌力静气 近距离轰在了魔和星的身体表面 只见其身上的灵力铠甲 顿时完全地爆裂开来 朝着地面上 犹如流星般砸了过去 伴随着一声巨响 魔和星的身形 静止朝着那座囚禁情儿的大殿方向 轰了过去 那座近乎直达云霄的大殿 伴随着下方 那支撑着大殿的石柱 一起轰然倒塌 连同这大殿建筑和石柱一起 只见到魔和星的身形 也是紧跟着 被轰进了下方的岩浆之中 众人见到这一幕 纷纷都是吓傻在了原地 尤其是那些死灵族的强者 他们没想到 硝烟此刻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居然强横到了这个地 还没完 黄拳掌 不过魔和星 毕竟是上位的至尊巅峰层次的强者 距离大圆满 也只是差着一线之隔 硝烟想要凭借这一招 就想要直接击杀魔和星 还是有些异想天开 下一刻 魔和星身形重新化作巨大的黑尾凤火鹰 冲出岩浆 来到地面之上 浑身的血痕说明 刚才硝烟的那一击 对于魔和星 的确是产生了十分严重的伤害 魔和星望着天空之上 那快速凝聚掌印的硝烟 黑红色的瞳孔之中 充斥着震惊 硝烟一记千丈庞大的金色剧长落下 黑尾凤火鹰 根本就来不及躲闪 若是这一招被打中的话 那么魔和星不死也是重伤 可在众目睽睽之下 就当那道金色的剧长 以一种迅眉不及掩耳之事 即将轰中魔和星的瞬间 却是化作万千光点 消散而去 在一片惊恶之中 硝烟却是冷横道 我还以为你会坐视魔和星被我击杀呢 面对天至尊强者 硝烟的气势 可谓是达到了顶峰 但是看着刚才硝烟的黄泉掌 即将击中魔和星的瞬间 竟然化作万千光点 直接消散 这让的众人也是明白了 天至尊的可怕之处 这种实力 显然已经不是的至尊强者 可以对抗的境界了 夏蕴身形缓缓升起 眼眸朝着身后那身形 巨大的魔和星撇去冷横道 没用的废 王我助你成为了黑尾凤火阴族的组长 听到夏蕴的责备 本身就是重伤的魔和星 也是没有叮点脾气 就在这时 死灵族的三位老者 则是黑黑一笑 夏蕴 其他我们倒是可以不管 不过这小子身上的 空静缓缓的本缘 你在擒住这小子以后交给我们 夏蕴眸子 朝着那三位死灵族的长老看去 显然是和那些人 有着什么秘密的交易式的 除了两道圣缓融合而成的 新圣缓之外 空静缓缓的本缓之火 竟然也在你的身体之中 不过也好 等到本作得到了妥舍轮回 以及你的两道圣缓之后 本作的实力 定然会在天至尊层次有所突破 再加上血脉的力量 本作的实力 将远超任何黑尾凤火鹰一族的先人 夏蕴沉生说道 萧炎则是嘴角微微抖动了一下 并没有十分在意夏蕴的话 秦儿曾告诉过萧炎 虽然黑尾凤火鹰一族 在神兽宝排名是40多位 但是本身修炼的局限性十分巨大 再达到了天至尊层次 这种修为缺陷就更加的明显了 而想让天至尊境界 继续提升修为的方法 除了修炼者本身 还拥有继续修炼下去 一往无前的锐气以外 黑尾凤火鹰也要自身谋求血脉的变异 而黑尾凤火鹰一族 绝大多数的血脉变异方向 都是万兽绑天绑的朱雀血脉 想来夏蕴寻求那些血脉的力量 应该是为了改造自己的血脉使用 不过让萧炎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夏蕴选择和死灵族合作 这个死灵族 又是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 那要看看 你究竟有什么本事可以夺走 萧炎怒吓一声 只见到手掌之中 黑尺从那界之中显现而出 碳金色绚烂的火焰 缭绕在黑尺之上 无尽的天地灵力 朝着萧炎的身体周围快速凝聚 随着萧炎一尺斩落 一道仿佛可以将天地一分为二的尺锋 朝着夏蕴的方向猛然挥去 但是夏蕴仿佛并不在意萧炎的攻击 只见其缓缓抬起自己的手掌 旋即手指缓缓一滑 一道空间裂缝猛然裂开 朝着两边空间不断崩塌而去 一起那道快似闪电般的尺颖 还要快上不少 尺锋轰在那道空间裂缝之中 并没有掀起任何的能量波澜 小子 手段不错 就算是帝至尊大圆满 想要接下这一招 恐怕都不是很简单 但是可惜了 你所面对的是天至尊级别的强者 天至尊强者 已然是一片介遇之主的使命 而十七重天 虽然只是一块大陆 但是以夏蕴灵品天至尊出击的层次 已经和这片大陆完全融为一体 萧炎的这一击虽然强大 可还不足以毁灭一块尚未免大陆 不而 就算萧炎师斩出自己的一伙横骨齿 在夏蕴的面前 也是掀不起任何的空间涟漪 萧炎望着自己身前不远处的夏蕴 看着这家伙嘲笑的表情 萧炎自身无论是怒意还是战意 都提升到了极点 小家伙 还有什么招数 尽管使出来 今日便让你知道知道 即使你拥有手段 将自己的修为 提升到地至尊的层次 但是在天至尊层次强者的面前 仍然是不值一提的存在 夏蕴笑着说道 萧炎闻炎则是怒笑一声 看了看四周 小家伙 不要妄想逃走 这里的空间 已然被我屏蔽了 就算你有这空境援炎本源之火 也是无法逃离这儿 夏蕴继续说道 不过就当夏蕴的话音刚刚落下 原本自己身体周围的护体钢气 便是掀起阵阵无形的空间涟漪 而且 伴随着的空间的震荡 这种不断波动的空间能量 也是愈发地开始增强 夏蕴微眯着双眼 这才看清自己的身前那无形的波动 其实就是萧炎手中灿金色的火池 所施展而出的池法 路河游身池 路河地眼火 萧炎怒声吼道 伴随着恐怖的池影匿急攻击 数十道因果攻击 也是从萧炎的嘴里猛然吼出 黄泉添怒 加上六合游身池 夏蕴看着自己身前出现的一缕固体钢气的裂缝 原本戏血的眼神认真的一瞬间 不过马上又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小家伙 手段不错 但是你还是太弱了 随着夏蕴倾壳一声 胳膊缓缓抬起 猛然攥紧 在场众多地至尊的强者 分明看到一阵强横的空间风暴 犹如石子掀起近乎的涟漪 一般开始朝着四周扩散 凡是被这道生猛的空间涟漪扫到的池影 顷刻之间都是化为了无数光点 那些音波也是震散 成为了能量碎片 而地至尊的强者 在接触到这些能量波痕的同时 释放出自身全部的灵力抵挡 才勉强可以挡住这些空间能量 就连硝炎自己 都是被这道空间风暴涟漪 给震退了几步的距离 得至尊和天至尊之间的差距相差 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 硝炎是通过秘法和圣言龙甲 才将勉强提升到上位的至尊中期的层次 这种实力的进阶 根本就持续不了多久的时间 等到秘法的时间一到 恐怕自己连站在他的面前 承受威压的能力都没有 就在这时 下方的磨合星却是大叫起来 太上大长老小星不要拖打 这小子还有一招火连神通 威力十分巨大 在此时 死灵族的那三位老者 也是满脸的不愿 本来可以直接击杀硝炎 但是夏允却是让硝炎 对自己施展出这么多的招式 明显的拖打 若不是对这个老家伙的实力十分自信 恐怕死灵族的那三位老者 此时已然翻脸了 夏允轻瞥了一眼磨合星 然后看向硝炎 几十年没出来活动了 今日猛然出来 玩星倒是大了些 你那火连神通 恐怕已然没机会施展了 下辈子注意点吧 但是此时硝炎原本紧张的神态 却是在此时轻松了许多 只见硝炎摇了摇头地抱歉 我并没有打算不施展火连 你这天智尊强者的骄傲 今日便由我硝炎 以炎帝之名打破 夏允猛然间 瞳瞳微微收缩了半分 只见到硝炎的手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出现了一朵三色的火连 碳金色的火连之上 缭绕着些许深蓝色的光点 这些深蓝色光点 和金色的光点 交织在一起 产生的强劲的空间波动 夏允望着硝炎手中 那朵三色的火连 不自觉的 也是咽了口口水 火连之中所蕴含的恐怖能量 就算夏允有着天智尊级别的实力 也是不敢懈怠半分 哼 年轻人就喜欢整一些 花里胡哨的东西 今日便让你知道知道 天智尊强者真正的实力 说着便是见到夏允 猛然手掌朝着硝炎的方向 猛然挥动 只见到周遭天地灵力化作石质 犹如狂风巨浪似的 朝着硝炎的方向 猛然轰了过去 一道宽达万里 高达万丈的恐怖灵力海洋 刹那之间 遮天蔽日一般 朝着圣炎龙君 风云雷 及痴魅王两栖位的至尊强者 以及硝炎的方向 快速席卷去 天至尊的力量 实在是过于可怕 只见硝炎身上的气息 快速开始削减 待圣炎龙甲消散 可地炎便实现到达的一瞬间 硝炎的实力 从上位的至尊 直接掉到了九品至尊的层次 实力气息地忽上忽下 似乎震伤了硝炎的内脏 旋即硝炎 一口鲜血喷在了 那朵火莲之上 可纵使如此 硝炎的眼神 也是没有变得一丝怯怒 望着手中的火莲 硝炎强忍着疼痛 轻声笑着说道去吧 佛怒火莲 与霸 硝炎手掌轻轻一推 大朵蕴含着三道圣年的恐怖火莲 便朝着那道 似乎可以遮天蔽日的 凌厉海洋风暴 缓缓飞去